众人只知圣马丁河身为巴黎的著名景点,却不知绝美的运河之下,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 当人们定期进行疏通工作时,竟在河底发现这种东西。 法国巴黎圣马丁运河附近有许多餐厅和小店,是很多人散步聚会的地方。 周末常有人在此野餐,节庆时偶有喝到忘我的年轻人跳河狂欢。 也有观光船让游客近距离观察运河水闸开关的步骤。 这条运河与巴黎人的油气息息相关,因此垃圾也多,水面经常漂浮着饮料罐和塑料袋。 因此设马丁运河需要每隔十多年就会清淤维修一次。 为了清理运河,工作人员必须先将运河中的鱼虾等生物都捞起来, 顺便记录河中的生物种类、数量等生态状况后, 再迁移至另一条水道中,然后抽干运河,以便执行清除淤积和维修工程。 这项工程将花费950万欧元,而且运河还要停运三个月。 如今法国巴黎圣马丁运河正在进行15年来的第一次清理。 当积杰公司把整条运河的水抽干时,总是在河底找到了各种不可思议的物品, 其中有自行车、摩托车、汽车等交通工具, 还有金币、轮椅、抽水马桶等生活用品,甚至还发现一些武器。 其实早在2001年,清洁小组还曾在这条运河中清理出40吨垃圾, 但他们没想到如今清理竟出现令人惊奇的物件。 据说,那看起来应该是一只小狗的尸体。 当时工作人员看着水一点点从运河里抽空,水平线降低, 水面缓缓露出一点皮毛。 等它的整个身子都露出来时,工作人员终于注意到了这里的病化。 于是大家凑过去观看,并将其挖出来。 这件事被曝光,各大媒体纷纷报道。 一些考古学家认为,这一只小狗的尸体有些粘头了。 并且经过检查,似乎小狗当时只有两个月大。 但众人更加好奇,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河底。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,这只只有两个月大的小狗在出土的时候, 面部组织保存完好。 可以看出它的眼睛微壁,张开嘴巴露出了自己的獠牙,甚至连毛发都保存完整,非常的清晰。 这引起很多专业人士的关注,大家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在那种地方保存的比较完整。 因此有关人员需要对其进行数据测试和分析。 至于这只小狗为什么会出现在圣马丁运河的河底,这也是个谜团,我们无从知晓。 除此之外,圣马丁运河的环境问题则是大家首当其冲要解决的。 各种垃圾充斥其中,很难想象运河底下是这片光景。 为此,班黎负责环境管理的副市长曾号召人们, 如果每个人都能保证不往运河里扔垃圾,我们就能像许多国家妹样在运河里游泳了。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,一名女子在森林里游玩的时候遇见了一棵奇怪的大树。 树干上长满弹孔,这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下面和大家一起去了解下详细的事情真相。 这天女子邀请了好朋友一起来山里游玩。 进入了森林深处后,朋友曾嘱咐她遇见奇怪的东西不要慌张。 这时候,女子发现了不远处有一棵大树。 大树上似乎长满密密麻麻的小洞,看不真切。 于是女子和一众朋友走了过去。 看见眼前大树树干的情景时,几人同时惊讶起来了。 女子看见这棵大树的树干上面长了有这么多的小洞。 小洞里面还有很多像小球一样的黄色小东西。 女子再次走近一看,她发现洞里面全部都是一棵棵的果实。 这就让几人感到不可思议了。 是什么东西这么无聊在树干上弄出这么多的小洞? 而且每个洞里面都还有类似黄色的果实。 有朋友猜测是不是以前在这里有过作战的经历呢? 女子本也以为是这样。 但一整棵树都密密麻麻的。 如果是这里有作战经历,也说不过去。 这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? 大家都很疑惑,并没有人能够找到一个有说服力的说法。 于是女子拍下了照片,并配上了这些不知道答案的问题。 随后她发到了社交平台上,想问问广大网友们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, 希望网友可以帮忙解答。 有些网友知道的东西很多,于是他们知道了答案。 原来这树上的洞是啄木鸟弄的,里面的东西是坚果。 这些坚果是啄木鸟为过冬准备的。 啄木鸟会在每年的冬天和秋冬收集食物,以准备过冬与繁殖。 它们不会简单地挖一个洞来储存食物, 而是在树干上凿出一个又一个的小孔, 并将收集来的食物一棵一棵嵌在里面。 于是这棵树被称为它们的粮仓树。 啄木鸟最喜欢把食物储存在榛叶树中, 因为树皮比较软。 储藏洞的直径通常为0.5英寸, 有1.5英寸深。 如果当粮食干燥收缩时, 啄木鸟会把它们移到更小的洞里。 当然这一大工程不会仅由一只鸟来完成。 啄木鸟往往群体生活, 共同囤积食物。 一棵群体里的所有成员会花相当多的时间用于准备过冬的食物。 在这种共同协作下, 一棵粮仓树上的洞可达5万个。 它们堪称鸟中的囤货大师。 在一棵树上可以藏下数千棵橡果。 甚至有记录显示一棵树上被啄了不止5万个洞。 这都要拜经年累月毁目不倦的啄木鸟所赐。 到了秋冬季节, 每个洞里都会装有它们过冬的食物。 储藏食物的数量和质量会直接影响到啄木鸟群体的大小和组成, 以及繁殖和生存。 可见啄木鸟有其独特的生存智慧。 但是被选为粮仓的那棵树就要遭殃了。 这似乎可以作为啄木鸟破坏树木的直接证据。 那么,如此热衷于打洞的啄木鸟真的会破坏树木吗? 啄木鸟虽然有打洞储粮的行为, 但是它们主要以死去的枯树作为粮仓。 有洞的地方基本上都是树有害虫的地方, 所以活树被选中的概率很小。 但如果万一被选中了是否就无法存活了呢? 其实也不一定。 啄木鸟凿洞时很少会破坏树木木制部里导管 以及更深处的形成层, 只是在树的表面做功夫, 并不会对树木造成很大的破坏。 还有网友说, 啄木鸟不仅仅会啄树木, 还会去村子里面啄门, 它们可谓是深受其害。 还因为现在啄木鸟越来越少了, 所以也不能捕捉啄木鸟。 出来游玩没想到会遇到这么神奇的事情, 于是女子就拍了一些关于啄木鸟杰作的照片, 准备带回家做纪念。 原来自然界也有一套生存法则, 啄木鸟的这种行为就像人们被粮差不多, 它们也是懂位与筹谋的。 此外, 啄木鸟存放好粮食后, 也会安排它们专门的哨兵, 防止存粮被其他啄木鸟或者松鼠偷食, 保护好囤积的食物。 啄木鸟是一种特殊美丽的鸟, 因栖息地减少, 受到生存威胁, 因此被列入保护动物加以保护。 啄木鸟